那么就有分析说呢 马华这次成功破单了 不是因为这个华裔选票回流 而是因为投票率低 又成您赞成吗 基本上这个 个人有个人的讲法 当然目前我们是看到的 除了是因为那个成绩刚刚出炉 在真正的这个分析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看初步的这个分析 的确是有回流的这个迹象 那么当然其实我觉得 更大的这个因素 可以让我们在这次周选 可以有所掌握 是因为我们有很清晰的 这一个所谓的纲领 或是很清晰的这个方针 因为毕竟在看完每一个阵营 或是这个主要的阵营 包括国阵国门 还有这一个西蒙这一边 唯一可以推出一个比较明确的 州大全的人选是只有国阵 那么我们也有推出了 我们真正要把这个儒佛州 在未来五年带向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方向这边 我们是有白纸黑字的写出来 给选民知道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对的 让这一个选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 因为毕竟我们主打的口号 就是稳定前进 这一个部分 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个分析 其实是有一点根据的 就比方说在马六甲周全的时候 国阵这个马华是出战七席的 那么你们赢的其中两席 是从公正党那里来的 就是分别是马歇寨也和克雷邦 而这两个都是混合选区 至于你们输掉的另外四席是埃及勒 克西党 郭达拉克萨玛尔还有一列的 而这些都是华裔选民比较多的地方 是 当然在马六甲的时候 我们所赢的两个州选区 都是从公正党这边夺回来 那么再次我们回到这个柔佛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我们赢的四个州一席 都是从行动党这边拿回来的 那么可以从当然我们从这个初步的这个成绩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有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 华裔选民 那潘博士你觉得呢 就是这一次就是马华目前赢到的这个四个州一 你觉得就是华裔选票的这个回流 又或者是有些分析说的是因为这个华裔投票率低 你自己是怎么看 从初步的分析看来 我觉得华人选民是有一丁程度的回流 因为在很多一些行动党即使胜选的这个选区 他的多数票都大幅的下跌 我们看马华的候选人在这些选区里面 尽管他们可能是落败 可是这个票数也是拉得很紧的 所以华人选票一丁程度的回流 我相信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所以马华公会在这个柔佛选举里面 他的表现基本上是比马六角那个选举有改善 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来接全国大选 全国大选如果现在国门已经要重新开放 那么可能有很多外国的这个选民 住在外国的新加坡的选民 他们可以再回来投票 那么也许在来接的全国大选 马华公会不一定 不一定在柔佛州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收获或者斩获 也许可能只是个别的一两个国席 有机会拿回来 整体的盘 刚才我强调的那个政党选举 主要还是基本盘 那么基本盘是决定选举胜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目前来看行动党或者西盟的那个盘 基本盘政党的盘还是高于这个国阵 或者是马华公会的 那么盘博生您认为今天火箭输掉了4级给马华 那么火箭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呢 当然行动党它包括这个党内的一些路线的问题 包括说如何开展这个马来选票的问题 这些都是下来需要去进一步的去讨论 或者是内部要检讨的 另外一个就是包括行动党领导层 有人认为它过于这个老化 那么需不需要有一个新的面貌跟阵容 特别是经过在西方联盟执政了22个月 那么有一些包袱 或者是有一些执政上的一些问题 受到一些选民质疑的 如果下来行动党有一个党选 因为它下来有党选 可能就有一个新的领导层的出现 这个问题可能会领导层有带来新的思维 或者是一些政策上 一些手法上形象上的调整的话 那么对于行动党来说 也许来界大选全国大选 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重新做一个调整 那又全像刚才潘博士说的 就是如果下一次大选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华裔投票率提高 当就是游子啊 就是回乡从外地回来 那可能会进一步 其实会影响到马华的基本盘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认同吗 当然潘博士有自己的这一个见解了 那么在作为这个党部的这个发言人 还有这个党领袖的话 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不然我们在争取 稳住我们的这个基本盘之余 我们也会尽量的就是迎合 尤其我们知道18岁才可以投票的嘛 要如何去迎合年轻人 或是年轻选民的这一个口味 那么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注重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与时并尽 所以看待针对潘博士开始所说的 就是给行动党的一些意见 是我也是看法的 我非常赞同潘博士所说的 就是行动党可能他在领导层这一边 要逐渐把它年轻化 OK 那我就拿马华作为例子 这次我们推出的这个候选人 其实有很多是很年轻的那个面孔 包括赢的巴罗跟这个永平 都是年轻人来的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才可以给选民一个耳目一新的这个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朝着 要朝向努力的这个方向之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